哈喽宝贝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故事奇遇季 我是小安妈妈 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过去的一个星期 你们过得如何呢 今天呀 小安妈妈要给你们带来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奥利威不想当公主 从覆面上看呀 奥利威是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猪 她为什么不想当公主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奥利威沮丧极了 我有大麻烦了 她对爸爸妈妈说 我不知道我要当谁 宝贝 爸爸说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公主啊 问题就在这 奥利威说 所有的女生都想当公主 在皮皮的生日派对上 大家都穿着粉嘟嘟的蓬蓬裙 戴着亮闪闪的小皇冠 还拿着亮晶晶的魔法棒 就连有些男生也这样 我穿了一件简单的法式水手衫 一条逗牛适才穿的裤子和一双黑色平底鞋 跨了一个红皮包 戴着我的珍珠项链和墨镜 当然还有我的遮阳帽 为什么总是当粉嘟嘟的公主 就不能当印度公主 泰国公主 非洲公主 或者中国公主吗 明明有这么多公主可以当吗 还有学校的舞蹈表演会 每个人都想演仙女公主 甚至有些男生也睁着眼 可是奥利威 妈妈说 我好像记得去年 你就特别想演仙女公主 那个时候我还太小 我要让自己的风格更鲜明 更时尚 奥利威 该洗澡了 妈妈说 对了 万圣节的时候 奥利威说 你猜女生们都扮成了谁 公主 没错 又是公主 我扮成了一头野猪 效果非常明显 要是每个人都是公主 那公主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奥利威说 为什么大家都想当公主呢 洗完澡 妈妈给奥利威读了个故事 故事里 美丽的少女被恶毒的皇后 锁在一座塔楼里 这时 一位王子出现了 她救出少女 让她做她的 不要当她的公主 奥利威叫了起来 好吧 妈妈不想再讨论下去 那就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从前 有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就算是下雪 她也得光着脚出门卖火柴 虽然 滑亮火柴 能让她暖和一会儿 可是 很快 她们就会烧完 哦 妈妈 这个故事 太悲伤了 奥利威 黑乎乎 黑乎乎的 奥利威想睡 可是怎么都睡不着 说不定 我可以当护士 全心全意 照顾病人和老人 我可以在弟弟身上 练习 绑绷带 还有其他各种治疗 或者 收养全世界的孤儿 或者当一名记者 揭发贪污腐败 突然 她想到了 我知道了 我要当 女王 好了宝贝们 今天的这本 奥利威不想当公主 已经讲完了 原来呀 奥利威 她想当女王呢 那宝贝们 你们 又想当什么呢 除了公主以外 你们有没有想过 要当一些别的东西呢 欢迎你们 留言让小孩妈妈知道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为止了 下次 再见吧